为全台阿美族原住民最大聚落的光复乡 将积极推广足与教育 相公所在圆明会支持下乡立幼儿园 结合了部落文件站 推动陈静市足与教育环境 老友共学 提升了足与传承与学习的效率 而足与附赠与传承工作上也交出漂亮成绩单 光复乡立幼儿园在圆明会支持协助下 推办陈静市足与教育 将学习场域环境空间与部落文件站连结 老幼共学大大提升足与传承与学习的效率 部落长辈不仅是从传统歌谣舞蹈 带领孩子们认识阿美族传统歌舞的文化语言 也借着简单的唱游游戏 全程以足与答应对话 部落长辈们关系传承足与 小朋友们也爱上足与课 光复乡为全国阿美族原住民最大聚落 也因此成为了乡公所积极推广足与文化教育的动力 在圆明会的支持下 从乡里幼儿园开始 结合部落文件站推动成青市足与教育 老幼共学 共创双赢足与教育也达到双倍的成效 长者跟小朋友啊 他们有个阿公阿嬷 自己真的来到这边教学 我感觉很成功 昨天成功展小朋友可以展现他们的母鱼 当然是基础的 可是很多的这些主语他们都会讲 就想说难门可贵 至少我们跟南部文件站 和阿公阿嬷 因为小朋友小孙子来 他们就觉得很快和 然后很年轻 小朋友可以跟阿公阿嬷写了 所以总共写真的值得来推广 相公所首度将年度成果展 从室内拉到部落场域之中 不分族群 不分老幼 沉浸在全阿美族语的环境空间里 全城听说读写足语 交出漂亮成绩单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